各位欢迎亲 大家好 我是陈美冠 欢迎收看今天日 二月二十号的婚姻新闻 目前金流冠的疫情不断扩大 婚姻今天有三个设计到 确定得到H5郭边关的金流冠 十一万四千多佳的鸡羽群三天来扑扫 也因为数量太多 已经请国军来协助扑扫 婚姻要披免疫情较大 婚姻官 董事务工业组举基金 帝安国度表示 自六个开始亚帝塞的设立减业则 占队各管制的化阶策略来加工效果 没有组织效果证明的就不能开工来日期有一个 联网玛丽业者 国军机出的问题 就一定会主动通报 政府预奏的报告 必须要报上去 没有发病 这是稍微一转 差不多十六号 十七号就通报 本年的金流冠有一个鸡羽群三条 其中今天专门这种鸡羽群是第20条 总共要看三百只鸡羽 淡水续产卫生试验所通报过来的 由水林跟西罗两场的这样的一个禽场 他们是确定是感染H5型的高病原性禽流感 至于就是说它的这个亚型的话 现在还等待确认当中 那么今天铺杀的这场是属于 会坐落在这个水林的这个鸿羽土鸡场 放养量的话是三万只 那目前来讲的话它至上 厂里面还有两万九千只等待扑杀 除了水若这场鸡羽又有三雷冷兆 三条到起来 总共有十一万四千多吃鸡羽 因为数量很多所以也分配进行 另外的这个西罗的这两场的话 昨天也一并了 同时检出的是H5型的这个高病原性禽流感 那分别列它一共有两场 那分别这个管制的这个数量 一场是三万四千只 另外一场的话是五万只 所以数量是相当相当多 然后我们是安排是在明天跟后天 分别来进行这个铺杀的这个行程 为了票便有情继续扩大 中央政府除了宣布 勤力全民禁止台到稳赏 另外也提款保障金到百姓 本年关亚在西里设立减要站 从16号开始 我们在西罗检疫站 设置检疫站 针对外县市进来的这些化制车辆 强制一律需要经过这个检疫站来消毒 并取得这个消毒证明之后 才能够进到我们县里面的这个化制厂 来进行化制 除了这场几一场今天台北三万只 减价是八九百万 因为这三场都是主动通报 所以可以领到保障金 政府也够来减价 有发现到问题 大海马上通报 方业所也是在地公司 共同票便有情可大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彩虹不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